尽管在中国市场仅剩1%的份额,三星朝九没有在售价上讨好中国消费者,新发布的三星Galaxy Note9给出了7,499元的起售价,高配版的价格更是高达9,499元。 再一次刷新了按着手机的价格高度,可如果放到手机行业的大环境来看,三星的定价策略并非特立独行,几年前2000元当的国产器件,逐渐已经轻易色的提升到3000元以上的价格,CNET给出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,2016年之间,三星Galaxy系列的售价已经飙升15.1%, LTG系列的价格上涨14.7%,华为P系列的定价竟然上涨了33%,智能手机的涨价潮依然是一种普遍现象。 Galaxy Note 9的定价逻辑或许只是新一轮涨价潮的开始,曾经飙售1999元的旗舰机早已践行界远,供应链的瓶颈和原修原器件涨价,人工上涨,汇率波动等几乎是手机涨价的故事。 在往老被忽略的是,大多数手机厂商未能处理好与供应链企业的关系,在供应链管理上遇到了瓶颈,然后才导致供应链成为涨价的元凶。 比如说供应链升级带来的后遗症,绿经级海战术,价格战,直到战之后,一些手机厂商才逐渐把竞争的焦点转移到产品本身,转型的代价是整个产业链的重新洗牌。 2014年底开始,国内手机供应商,代工厂等产业链的坏消息就不绝于而,2016年初终于引发了手机产业链的倒闭超。 国产手机品牌的集体涨价,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,从倒闭超中存活下来的供应链企业,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产业升级,由此带来的成本自然要分拌到手机厂商身上。 手机屏幕市场就是力整,经过2016年、2017年,两年的行业扫整,手机面板产线,力经产能获胜,成本倒灌,价格崩塌,停线官场,行业缺货,价格上涨,高市带线切入,价格下跌,定制化全面平行起,价格回稳,副交质增加,价格上涨。 本系列风波,直到目前才处于供需相对平衡的状态,再比如智能手机配置升级的必然,一边是上涨的需求,一边却在缩减产能,手机厂商和供应链企业,往往没有踩在同样的节奏上,价格上涨价最疯狂的存储器位力。 智能手机的Gram内存,已经从4G增加到6G,8G,称储器厂商对颗粒的需求突然翻倍,在失衡的供求关系下,价格是主定的结果,同时Flash闪存也逐渐从32G,64G提升至128G,256G,加上制造工艺的升级,价格自然有不同幅度的涨涨。 整个2017年,Gram内存的涨幅超过100%,Flash闪存的价格普遍上涨30%到40%,学生加上的是,全面屏的流行也在倒逼智能手机的价格上涨。 根据财经,华映在财报中透露的数据,全面屏的排单量,已经占到产能的6的7成,与传统的手机显示屏相比,全面屏的尺寸增加,了0.5到1英寸左右。 在同样投偏量的情况下,手机显示屏的出货量,将减少15%到20%,价格也在不同程度上涨。 当然,垄断是供应链涨价的另一诱因,供应链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少数派掌控产链链的开始。 就好像方箭盛行的一种观点,虽然三星在全球的市场份额,正被中国手机厂上官方,但三星与手机相关的营收却不降反正。 譬如在涨价幅度最大的Gram市场,三星的市场占有率在60%左右,而在规模逐渐壮大的OLED市场,尽管新东方等也在不断扩充产能,三星仍然占据着95%以上的市场份额。 内存、屏幕、处理器等核心元器件,被少数巨头保持,在手机供应链动到且供不应求的局面下,垄断者们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,显身产现了建设并非一日之沟,何况还面临着技术和专利上的瓶颈,那么一旦断工就会影响产品的上市时间,甚至掌控销量命能改变手机厂商的成长轨迹。 这种不平等的供需关系,势必会导致一方对价格的绝对控制,也就是说,通货膨胀、贸易战、公司不平衡,等是手机涨价潮的元凶,可真正的使作俑者还是一线的手机品牌。 至少就目前来看,手机产业尚未形成柔性产业链,库存积压和顿货的现象交替出现,或许手机厂商们需要思考的是,如何与供应链企业建立更为科学化的合作关系,以同规避风险。 智能手机的消费升级,新一轮的涨价潮,不能全然归对于产业链,甚至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。 按照Physics Insight分析师本伍德的说法,消费者愿意为手机支付一价,因为手机可以说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电子产品。 我想,这种有些极端的观点,肯定不会让消费者喜欢,却也不无道理,用户对智能手机的需求也已改变,从需要购买手机,转变为需要更好的手机。 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,智能手机也在经历一场消费升级,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创新升级。 2016年以前,手机发布会上,出现,最多的画术,就是处理器教于上一代提升了多少,然后是围绕性能提升的一些变成应用。 多数手机厂商扮演了技术般运工的农夫山泉,由此节省出来的研发成本可谓相当乐观。 一用小米招股书中公布的数据,在营销与研发的开支占比中,2015年分别是2.9%和2.3%,2016年是4.4%和3.1%。 重营销轻研发的逻辑着实可以降低成本,况且营销对销量,还有着更为直接的驱动效果。 不过,2017年的风向有了转变,全面屏,3D结构光,屏下指纹识别,快充等技术创新相继出现在拔布会上。 诸如华为的麒麟处理器,Oper的NEOC闪充等对销量的驱动不可小觑,毕竟2017年以后的销量榜单中,华为和Oper绿绿锁定销量前三的位置,长到了创新铁头的手机厂商。 在技术创新上的动作更为频繁,也在迫使其他手机厂商加大研发投入,这些都是手机成本的一部分。 品质升级则是感知明显的另一面,国内手机市场早已进入存量竞争时代,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不断下滑,取而代之的是品牌和品质。 这又是两个相辅相同的因素,用户对品牌印象的形成,明星代言和广告营销,提到的只是辅助作用,手机使用起来是否卡断,手机有效的使用寿命,乃至手感,外观,配色等细节,乌不是用户感知品质感的渠道,也在前一默化中侵染着用户的品牌印象。 如果从2010年智能手机普及一式算起,不少消费者购买过三部以上的智能手机,曾经采过的坑也就成了教训,和跨国内用户的换机周期已经高达22个月,无疑对品质有着更大的要求。 正在手机厂商的角度来看,除了配置上的升级,系统上的优化,如何提高量品率,进行更为复杂的技术测试,都是品质升级的方式,也都是烧钱的地方。 其实还有一个隐形成本,即服务升级,超时空童剧中有这样一个桥段,2018年的同利亚版,智能手机形容为私人助理,不仅可以搬号语音指令,还可以听音乐,叫外卖。 这是1999年的雷佳音,难以想象的,即便时间的跨度没有19年那么夸张,智能手机相比于5年前在服务上也是两种画面。 简单来说,5年前还是叫卖硬件的时代,虽然已经有了基于Android深度定制的雏形,却也仅仅局限在UI上。 如今的智能手机,可以形容为配版式服务,需要数据备份,更为的运服务,需要语音唤醒的人工智能助手,需要满足个性化的主题商店,以及紧供Android步伐的系统升级优化,无疑增加了手机厂商的运营成本。 如何让用户被服务付费? 这是自互联网诞生,就开始讨论的话题,甚至被上升到互联网免费的本质。 手机厂商的作为看似有些机会,将服务的费用点加到产品售价上,既保证了用户提验,又贪服了自身的成本。 写到最后手机涨价总有一个预值,但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数字。 就算是苹果也在一步步试探,当iPhone X给出1000美元以上的定价时,外界普遍的态度是嗤之以鼻。 科教取物Mac统计了令人大跌眼睛的数据,iPhone X上市一个月后就一直登上美国智能手机销售排行榜第一的位置,同时在中国拿下了6%的市场份额。 蒂姆库克也曾在苹果2018年第二季度财报中表示,iPhone X每周的销量都比其他任何一款iPhone都要好。 诚然,用户对智能手机的涨价,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。 华为、欧洲等国内手机厂商动辄以千万台,的季度成绩已经是最好的证明。 特别是在供应链涨价、贸易战、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,涨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。 不过是中理性,是介绎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,或是技术创新,或是产品升级,或是拿出更好的服务和体验,还是要尊重用户心中的预值。 Z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